欢迎收看平凡料理不一定好吃的普通食物 我是王小光 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你想做一道菜 然后东西都差不多买齐了 然后开始看这个视频 或是打开一本书开始查菜谱 就是说你发现一个材料你没有 这种时候的沮丧是很微妙的 今天就想带给大家这种沮丧感 因为我今天要做这个菜 用到了六种食材 其中有三种应该是大家身边都没有的 所以大家只能看看我做看看我吃 是这样的菜 那这个菜叫做半鸡棕 鸡棕是一种野生菌 这是一个跟白蚁共生的东西 就是在白蚁的巢穴旁边会长出来 所以说即使是本地人 可能也不知道哪里会有鸡棕 就是雨季来了以后上山去找 但是它找到一窝以后 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这里都会不断地长出鸡棕来 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 它这个构造 你把上面摘了的话 它会重新再长出来的 有兴趣的可以再去查一下 它具体的这个科学的原理 鸡棕的吃法是比较多的 在它新鲜的时候 你可以拿来煮汤 也可以就是跟其他的菌差不多 你也可以炒 但是流传最广泛的吃法在于 是把它做成油鸡棕 也就是用油炒了以后 浸起来 那么当做一个类似咸菜的东西吧 就在保存的时间就比较长 可以一直吃到明年的雨季这样的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种做法 是用很多的调料 做料来拌它 那么这也是 我觉得是融合了鸡棕这种 当地特有的食材 和我们那里 很传统的一些 这种调味方式的一种做法 在我离家出来上大学的时候 还没有这种吃法 但后来我才知道有这样的吃法 然后学了一下 觉得这是在吃这方面追求太高了 不断地研究新的吃法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这个半鸡棕的做法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要用到的做料 最中间的那个黑颜色的就是鸡棕 然后右边这些绿色的是缅甸的香菜 我们也叫缅甸的盐碎 然后靠下面这两个红色的是树番茄 在准备开始切之前 先把树番茄放到一个烧开的水里面 去煮个五分钟左右 再来切把它煮熟 下面开始切食材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鸡棕的样子 那鸡棕 这个下面被切开的是它的茎 就是下面那个杆 然后上面这个收起来的就是散 你看上面有很多油 我手沾了一下就已经全是油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切掉 那这朵正好是形状比较完整的 现在它看上去很像肉的样子对吧 不用切得非常碎 因为你到时候吃的时候还是要一块一块吃到它比较好 这个香菜你也可以用手撕 用手撕的话理论上它的香味会散发的更厉害一些 姜切成末 蒜我就随便放一点 在云南吃菌必须放蒜已经变成一个仪式性的东西了 好在这里插播一下 就是现在桌面上的这四个东西 小米辣 大蒜 姜末 还有香菜 这个香菜你可以用普通的香菜来再提 那这四个东西组合在一起 或者说没有蒜也可以 这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 是歹族用来调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搭配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我觉得你下次如果这三样东西你都不忌口的话 可以在你吃面的时候就把这三样东西剁碎了 然后往里加一加试试看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比例 应该熟了吧 应该熟了 我刚才 大家注意 前方高能 它是这样的 然后把这个黄色的东西剁出来 就把皮剁掉 还有点烫的 它其实里面是很多籽的 就稍微这样把它切两刀 然后剁一下 就要煮的带烂一点 就会更容易剁 你看到它就是啊 没有啊 太玩笑了 是这样的东西啊 是糊糊 我做的菜好像都不是很好看 好 接下来就开始拌的工作了 香菜加入 这是泰国香菜 然后剩下的姜 蒜和辣椒一起加入 树番茄糊加入 我忽然发现第一期和第二期 有一点类似的东西 就是都是需要搅拌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东西拌成均匀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适量的加入一些盐 就容器稍微大了点 用刮刀来拌 好 现在大家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比例了啊 这些东西的比例 那我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呢 这个树番茄还是少了 以这个量来说 应该是树番茄的量更多一点 然后在这个菜里面 你还可以加什么呢 还可以再挤入一点清凝 但是我现在没有清凝了 好 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成品啊 这个成品 我凑近点来吃吧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都搅拌成这个糊状的了 好 现在夹到一块 什么都有 有什么都可以吃 非常好吃 我给你们报告一下我嘴里的这个情况 可能这个鸡棕是有油的 你咬下去以后 它真的像肉一样 它会迸发出一些泡过鸡棕的这个有香味的油 然后下一步你会吃到 我吃到很明确的生姜的味道 但这一切的外面又包裹着这个有点酸甜的 树番茄的汁水和果肉啊 这是比较大 比较大块一点的 这块 嗯 这些东西 你在淘宝应该也可以买得到 鸡棕 鸡棕是一个很难网购的东西啊 因为特别是油鸡棕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厂 好的厂在做 因为大家都是自己家买来 用自己家的办法去做 有点像四川的香肠什么的 都是家里面做的最好吃 嗯 然后 鸡棕是一个完全 嗯 微生物方面的东西啊 所以说跟土壤啊 空气什么关系都很大 云南不同地方的鸡棕 包括缅甸的鸡棕 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街上卖的时候 价格什么也不一样 这个是完全可以下饭吃啊 一碗白饭没问题 三碗白饭没问题 文老师 可以吃三碗白饭 没有吃过鸡棕的人 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味道 就是在嘴里爆炸的感觉 吃过的人也很难想象 但是像我刚才说的 刚才那几个调料 你是可以去 嗯 试用起来的 因为这些调料都 随手可得 然后吃面啊 什么 嗯 下次我做一个鸡胸肉啊 鸡胸肉是可以用这个拌的 今天的平凡料理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上一期出来 我觉得反响比我显身中 好很多 所以我这个栏目 就尽快的维持下去 好那欢迎大家 在社交网络 关注我的账号 屏幕上 现在已经打出来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